一天一短文 陪您度过好时光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平安 不知道您今天一听到我的声音 有没有发现鼻音特别的重 没错 我的感冒了 不过还好我想读个 几分钟的短文 这个喉咙应该还撑得过去 不过就要麻烦各位 稍微忍受一下 我这个充满鼻音的声音 我要特别读的这篇短文是 回应先前有一折 读了影帝老师的日记 这篇日记在老师当中的最末 最末的时候他写到 他至今然而每天不停不停的写 因为他曾经见证过 台湾的文学的新盛时代 以至于他仍然想要比根不坠 而且他有说到 因为要写书 所以要不断地读书 而读书可以让他的 破碎的人生维持一个元 那听友对于最后这句 破碎的人生 跟圆满 放在老师的同一个句子 觉得很纳闷 怎么破碎 然后又圆满呢 于是他在下面的留言 那也很巧的 其实影帝老师在 那篇的日记的四天之后 他就写了一篇 一个破碎的元 人生是一首矛盾交响乐 现在我就为大家来读这篇文章 让大家了解 为何破碎跟圆满 可以在影帝老师的句子当中 同时并存 您说什么 在一个句子里 怎么可能先说了破碎 又说了圆 圆是圆满 破碎和圆满是对立的 怎么可能 破碎了 又有圆满 完全不合逻辑 我说 人生是一个破碎的圆 一点也没错 这是我说的话 人生是一个破碎的圆 你不觉得人生 本来就是一曲 矛盾交响乐 正因为人生一辈子 都在求一个圆满 而事实上 人生的本质是破碎的 但生而为人 求人生的圆满 一点也没错 人活着 有谁不希望 能远远满满的过一生 人生不如意是 时长八九 这句人生老话 有谁不曾听过 何况人的生命 无论长短 最后都是奔向死亡 而活着的日子里 每一分钟的生存 都充满危机 无常 天天靠在人世周 一个小生命 从婴儿 幼稚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每一脚 向前的步子 都可能叠交 在学校 在学校里 同学和同学之间的竞争 痛苦 多于快乐 想得到老师 关爱的眼神 并不容易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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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考试 无数个熬夜的晚上 回想起来 也是一种苦 青春期的成长 身体充塞着欲望 但礼教告诉我们 必须压抑 爱情终于进入我们的生命 但期待往往落空 原来 爱情如此捉摸不定 爱情的苦枝 有时甚至让我们活不下去 至此 我们终于发现 人生是破碎的 梦与现实之间 隔着天摇地远 在戴绿年华 理应快乐 逍遥的年纪 就感觉到了 美梦易碎 等到走进婚姻 尝到了人生的甜蜜 但转瞬间 喜剧变掉 只剩下人生沉重的担子 有时还掺杂着 噩梦连连 一面而来的 更是凄惨的破碎 此时甚至连亲情也变色 就在此时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这新的一波 又是什么呢 哎 竟然是我们自己的肉身 一个青春美好的动体 原来竟是百病之源 先是肠啊胃啊 出了毛病 接着视力变弱 听力变差 还有下半身的出嘴 更让我们啼笑皆非 破碎破碎 信有衣服裹身 穿起美服 走在人前 仍是像模像样 从每个人眼光看出去 他人的日子都过得还不错 看来别人的人生 似乎都比自己圆满 是的 人人都在追求圆满 总要让人觉得 我的日子还过得去 甚至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让人羡慕 总是胜过让人同情 人经不起分析 也不要去分析 别说父母 朋友经不起分析 我们自己同样无法分析 我们的身体 穿上衣服 遮盖了各种影集 人如此裸裸 或走进解剖室 一旦切开来 一片血肉模糊 是另一种破碎 我们用衣服包裹了身体的破碎 我们用意志力 用文化 用智慧 尽量让自己站在人群里 看起来维持一个圆满的人生 人生所以还值得继续活下去 就是我们都在追求一个人生的圆 这也是伟大人类历史 遗留所谓人类的文明 人怎么不伟大 在面对斗争不断 甚至战火连天中 仍然渴求存活 渴求保住子孙 和一个家的完整 人在破碎中 继续追求圆满 这确实是人的伟大 值得歌颂 影帝老师日记读到这边 您对于人生是一个破碎的圆 有什么看法呢 我看到了老师对于人生 他接受了现实与无常 但同时又以积极正向的态度去面对 这不就印证了一句老话 人因渺小而伟大吗 欢迎您也分享您的看法 同时按赞并开启订阅的小铃铛哦